最近这五年 所有车企他们都在干一件事 造SUV 五座 六座 七座 大的 小的 紧凑的 跨界的 各种各样 想要二台政策 实际上有需求 SUV这个都还没完 近一年吧 他们就琢磨上别的 啥啊 三台政策开放了 家里买个SUV 发现还是不够用 换车 那换个七座的SUV 七座的SUV 那你让谁坐后排 谁不下车都给骂你 那不是SUV是啥的 猫梯 Hurpus Hurpus 行了 别闪到你的不标准 NPV啊 没发现了 近期NPV的市场 已经非常活跃了 十几的 二几的 三十几的 各个价格区院 核选车情特别丰富 咱们车到了 走吧 中大型NPV定位 第四代 气压佳话 要说第一代佳话 那还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哎 那会儿你出什么呢 废话 98年 第一代佳话诞生 但直到2004年 才正式引入国内国产 怎么将隔这么晚 不过到2005年啊 人家海外 第二代佳话就已经发布了 合着咱们引进的是 人家快淘汰了 当时的NPV版众 谁知道吗 G28 哎 那会儿啊 论品牌 喜压干不过别客 产品呢 引进又不是最新的 结果 总之吧 就销量很一半 那会儿啊 还没有什么二台肘子 那国内SUV都很少见 这么大车就更别提了 所以呢 后来所幸 二代三代家伙 压根就没有引入国内国产 我说咱没有印象 你还别说 这全新第四代外观 看着是挺漂亮 我跟你说论外形设计 韩国车的功力 妥妥的第一梯队 看这整个造型 见能见角都特别显大气 包括这个线条 日行灯 中网 多精致啊 这车看着好像比GL8大呀 这么说吧 GL8 佳华 还有塞纳 他们这刹车的尺寸啊 轴距那都是伯仲之间 这车 车长 超一米一了 轴距三米多 然后宽度呢 差这么点 两米 这车外观啊 我就两点不太满意 一个是整 你说这个电话门轨道 要做成隐藏似的 不是更好看吗 还会在车尾 我就很不明白啊 现代奇亚的很多车 转向灯都要睡着导眼杠啊 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对呀 这什么常见 就但凡车就离得近点 这位置不就是盲区吗 你说它亮不亮 谁看得见啊 影响安全不是吗 你看这贯穿式尾灯 多精致啊 这里再集成个转向灯 它不难吧 那跟塞尔娜 GL8比外观 你都喜欢谁 让我排序啊 加滑底 然后GL8 最后塞尾灯 你们怎么看 公平让来波互动 双侧电话门 全系标配 我坐进来第一感觉啊 你要想坐着舒服 还得买MPV 那轿车轴距再加长 空间能有这大 而且我研究了一下 这车指导价 288,900到339,900 其实啊 你买个入门版 那个配置已经足够丰富了 比如说都是啥 全车都无瑶入进入 两侧电话门 电尾门 这都是标配 然后呢前后排的座椅加车 这是标配 然后咱这顶配跟次顶配车呀 还有座椅通风 侧面 第二排第三排 都有这样的链 这个同价位的G18给不了你 塞纳呢 塞纳 那车看似跟这个价格有可比性 实则你要想提车 加价加到丧心病狂 啊 低配的塞纳 加完价比车顶配还有贵 你说赢了钱你干点啥不好啊 听你这么一说啊 那家伙买个入门版配置就够了呀 这顶配强在哪 高配车 最重要的差别 就在于这家伙 座椅 你看 垫条的腿托 靠背调节 这都不新鲜了 关键是什么 这车有一个一键书响模式 看着啊 走 哎 就是一键躺平模式 这跑个长途 说话 但是 我发现这座椅有了问题 咱先让它回来啊 你们趁等着工夫 还不给我点个一键三连 发现了吗 注意看我的头顶 这么多块顶上了 我身高178其实还好 但是你但凡做一个1米8多以上的身高 那就不好说了 你这年纪都已经开上MPV了 看来你是准备烫平 最后一排 折扬帘 充电口 还有一堆杯子架 公交出风口 一应俱全啊 静态下 我给这台车后排乘坐感受拍个序 第一名 GL8 ES陆尊 何佳华 你这说跟没说一样啊 陆尊啊 后排坐垫确实更柔软 但是佳华也不差呀 同时呢 同价的情况下 这台车配置更高 塞纳垫底呗 还有一个车 就是低端版的GL8 叫陆上公路舱 那台车呀 坐垫也不长 对大腿承托也很一般 所以排名到底是什么 陆上公路舱和赛纳 定页点点 赛纳吧 乘坐感受也一般 头顶空间也一般 不过它价格可不一般 陆上公路舱呢 虽然乘坐感受也没有多好 但价格便宜也不过 论装载能力和后排空间灵活性 佳华 晚宝GL8 买了这车 七大姑八大姨 不得天天找你借车 看着啊 这七座摩车架 后背的大坑多深啊 能装不老少东西呢 是挺实用的 官方资料说 七座摩车架 这台车的后备箱容积 同级最大 走吧 开起来体验一下 MPV式也好吧 做脸书 你开着怎么样 国产的佳华 全系二零体方机 233马力 353牛米 你说这车啊 整备质量已经超两多 2P20T的发动机 其实开着还动的还可以 不肉啊 完全不肉 这车官方数据啊 破百时间 给的是9.2 但是咱同事实测 已经跑进9秒了 大AT变动箱 平顺性也不错 这车油门调校啊 不是那种传统日韩系车 就初段调特别窜那种感觉 就整体调校还是很线性 有一丁点欧系车那味儿 游戏是为了乘坐舒适 油门太窜 它碰了摊荒脚 这车里的 刹车脚感也特别好掌控 就初段也不是很贼 然后越往身材越有 你看我刚开这车也没多长时间 就适应性特别快 我感觉这车 隔音好像一般 这车啊 前锋档还有前排两侧玻璃 都用的双锋隔音玻璃 其实啊 环境噪音可觉得还不错 就是发动机噪音比较明显 尤其啊转速上三天转 好 哎 声音一下就出来了 但话说过 你这个价位2.5混动的赛纳 加速噪音一样的 跟G18比 让我排气的吧 我觉得这车的行驶品 不会高于路上公布舱 但是略逊于ES陆尊 哪方面啊 NVH表现了我们底盘的滤震动 路上公布舱 那车的后悬架还是扭力量呢 我做过 后排尤其是最后一排的舒适性 真的挺一般的 而且NVH表现 跟那个ES陆尊有明显的差距 佳滑 跟那俩车相比 舒适性 和NVH表现都比较均和 而且人家配置高啊 这车售价 28到33万多的价格区间 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合理的 那我看了 网上好多人都说这车定价贵呢 键盘侠呗 说贵的有几个真开过这车的呀 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大家觉得贵 还不因为这个 品牌 奇亚在中国的认知度 那跟别人丰田相比 确实目前还是有差距 那要是自己家用 买个佳滑也挺不错呀 外观看着没有GL8那么伤我 同价位呢配置还更高 舒适性表现也不差 你跟塞纳比吧 油耗肯定比不过 比人家混动吧 但是内饰的质感 还有同价位得到配置 强百倍 你知道什么叫塑料内饰打击盒吗 看个塞纳就知道了 那人家订单还那么火啊 因为人家是 偶遇无惭 对了 跟你说个有意思的功能 看这儿 三二一走 哎 这还有上脑啊 不光有影像 还可以和后排乘客交谈 看注意来注意来 此处应该有三连三连啊 一键三连 三连三连 凝ra